小豬,羅志祥遭前女友周揚金毀滅士分手後,演藝失業停擺近兩年 日前在花蓮跨年壓軸演出一句,我要回來了呀! 好黑,花蓮的朋友! 宣告正式復出演藝圈,賣力演唱近半小時 離開舞台前,小豬還向觀眾席鞠躬三次 誠意滿滿獲得各界好評,讓他開心的說 我現在更有信心的,已準備好重新出發 準備打線出手 You're my baby You're my baby You're my baby 發揮了滿足攻擊 I wanna know,你信不信 You gotta know,別懷疑你自己的本領 小豬,龍 pleased 小豬在跨年晚會上,連續唱跳六首歌 表演期間,兩度走下台,親密與粉絲自拍 麥理演出,我的掌聲還尖叫 不少親友們紛紛傷來祝福訊息 工作機會更是立刻湧入 他加入一月28日的《 Verd Stephics Cute》! 烏狼人殺,小巨蛋演唱會擔任表演嘉賓外 2月20日也會飛到美國雷洛及洛杉磯參加拼盤商演 不過逆轉喜白享受成果前 小豬可是對自己跨年表演的訓練超嚴苛 從音樂VCR概念到舞步走法等 所有細節都不馬虎,先前夠為亞洲舞王的他 練舞方面對自己要求很高,不但沒日沒夜的練舞 小豬還得在一個月內再甩8公斤的肉恢復完美體態 果然在演唱會的前一天他Do it了 他分享受聲成功的照片,不禁讓網友好奇他是怎麼做到的 他表示靠168、186、204、231等斷食法 之後小豬不嘗試,透過經紀人曝光他瘦身祕竹 小豬透露,疫情今天胖到83公斤 後來要拍MV讓自己瘦到74公斤 沒想到拍網友開始亂吃,複胖到81公斤 後來為了跨年表演,挑戰斷食法 一開始就用激烈的方式斷食三天 沒想到第二天就因血糖代替頭暈 之後改用231接線器的斷食法 就是24小時內僅1小時能吃飯,其他2、3小時都不能吃 其間他為了怕肚子熱會偷吃,就用睡覺來撐過去 之後成功的體重降到73公斤 不過小豬的目標其實是70公斤 才能讓腹肌的二頭肌曲線更明顯 因此他每天早晚還是嚴格控制體重 保持完美體態繼續復出之路 小豬羅智翔在經歷豬羊風波之後 趁其一段時間,終於選在2022跨年跨年復出 雖然前面經歷一些家長客訴風波 但這次還是完美演出 羅智翔在這次跨年一看就是做主準備 從裝法、舞蹈到歌曲30分鐘直接嗨爆花蓮跨年 只能說就算台下的年輕人當時還沒出生 每個人還是被小豬帶動上嗨的不要不要的 元旦一早小豬也在臉書上寫下感言 承認自己當時接到妖言很忐忑 眼淚打轉,不知道大眾會如何看待我 沒想到跨年不要有一等台直接自信爆棚 讓粉絲相當震撼,這才是羅智翔真正的復活啊 你聽到節奏,是我的埋伏 這世界很縮縮,很妙的像玩偷 沈著微望白胃口想熬出頭混不得 背上你握拳頭,機會你要找我 我不再做,大聲說,我是 我剛才… 我只是想說,我剛才在粉絲中 我為什麼要幫你做? 承認自己,怎麼會在那邊 我lling不得 OK,我來動手 我來動手